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呢 在zoom上和大家见面 今天呢 咱们花上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呢 来探讨一下现代数码相机 这堂课呢 将详细的介绍 现在数码相机的方方面面 我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对那些想买相机的这些爱好者呢 上完这堂课以后 希望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 看相机买什么样的相机 第二个目的呢 就是那些已经手里已经有了相机的 那个爱好者呢 希望他们更好的 利用自己手里的相机 照出更美的照片 第三个目的呢 就是希望大家都成为一个 肚里有干货 有知识的摄影爱好者 今天这堂课呢 差不多两个半小时 然后呢 我将会用中英文 交叉的用 这堂课呢 一共分五大块 第一大块呢 介绍一下这个相机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sensor 就是传感器 然后介绍一下不同的这个传感器 然后呢 讲一讲什么叫crop factor 然后呢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mirrorless和这个单反相机的区别 然后呢 讲讲手机摄影 第二部分呢 这是今天这堂课的最重要的这一部分 包括曝光三角 假如今天这堂课哈 你什么都没记住 但一定要记住 那个exposure triangle 曝光三角 然后 接下来介绍一下 这个 怎么去防抖 几种不同的技术 然后呢 再讲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 那个aspect 就叫 对焦 有 现在相机厂商 都用什么方式 去进行对焦 第三部分呢 讲讲 色彩 color 讲讲jpeg和raw的区别 照相的时候呢 大家 应该用jpeg format 还是用raw format 然后接下来讲讲这个色温和白平衡 第四部分呢 讲讲镜头 讲讲这个电焦和定焦的区别 然后呢 再谈一谈大三元 什么叫大三元 最后部分呢 简单介绍一下 构图 以及 后期的重要性 怎么做后期 最后还有 那个quiz 所以大家要认真听讲啊 好 咱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呢 想送给大家几个 quote 这quote大家可能 不能一下子就理解啊 大家慢慢的digest 去消化它 去理解它 第一个呢 是美国著名的摄影 摄影师 安塞尔亚当斯说的 他说啊 这个相机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零件 一个部件 是相机后面的12英寸 这指什么呢 就是指 你的眼睛 最重要的不是相机本身 不是镜头 而是这张 你的那双眼睛 大家自己慢慢体会啊 第二句话呢 也是他说的 you don't take photograph you make it 我的理议呢 就是说 在你摁下 快门的一刹那 你的mind 已经形成了 这张照片 只不过是 借着你的手 去拍下来 所以呢 你的构思 怎么拍一张照片 非常重要 第三句话 大家都知道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下面呢 咱们来欣赏一些 大片 这个世界 非常有名的 有影响力的 一些照片 第一张呢 叫阿富汗女孩 这是摄影师 Steve 在这个 国家地理杂志上 登出来的 一登出来以后 哇 大家都非常惊艳 Steve呢 摄影师也就靠 这张照片出了名 然后这张照片 是美国 在你的 硫磺岛 在硫磺岛 插上美国国旗的 一张非常有历史纪念意义的 照片 这张照片 大家都很熟悉 可以称 称上是 世界 世纪之文 这是911 非常 触目惊心 这张照片呢 是美国 著名的白宫摄影师 叫 Pete Sosa 我在我的 那个YouTube 摄影快报里面 有一期 专门介绍了 这个摄影师 现在有一个纪录片 就是有关他的故事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的YouTube 上去找一找 这张照片呢 是描写 美国政府呢 去捉拿 这个本拿登的 这个 这个场景 这几个呢 非常有生活气息 啊 这个老头 想 kiss他的wife 这个moment moment 抓得非常的棒 啊 这张照片 让人流泪啊 这是 南北 朝鲜 兄弟俩 见面 以后 分离的 一刹那 这个很有情绪啊 在做 礼拜 这是在巴西 呃 抗议中的 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让人看得心寒 这是在若干年前 在乌干达 呃 拍了一张 小朋友的手 这张呢 是拍的 呃 中巴的狗 他的 这个主人啊 去世了 然后呢 他就在旁边 待了好几天 这张照片呢 叫 呃 Blue Marble 是呃 航天员 William Ander 在阿波罗八号 这个 那个任务中呢 拍的一张地球的照片 这是人类 第一次看到 自己居住的地球 是个什么样子 下面呢 呃 我把我 比较喜欢的一些照片呢 给大家看一看 让大家了解一下 呃 我的 那个style 我一般呢 拍 人像拍的比较多 拍人像 拍舞蹈 拍新闻 这是一个 前不久拍的一个 舞蹈演员 呃 这也是他 他叫笑笑 是我们摄影协会的一个 呃 迪文的女儿 这是达拉斯一个舞蹈学校的老师 叫娜娜老师 你要到他的那个 那个训练室去看啊 呃 门口上挂了就是这张照片 好 这是我们家里的模特 同样一个模特 这是达拉斯的 reunion tower 这是达拉斯的一个 呃 舞蹈班 这张照片呢 我喜欢的是用 他是用一种呃 单色处理 再加上红色 过滤的那种其他的颜色 这是一次在 Planel举办的 这个Asian Festival 上拍的三个 越南小姐妹 呃 这是那个谁 呃 小新的女儿 开心 这张照片呢 被那个施老师作为 他们第十届大型舞展的 这个宣传画 哈 这是中方歌舞团来达拉斯演出的 一支照片 呃 这个也是 呃 这是那个谁 呃 小新的女儿 这样照片呢 做了处理哈 用了Photoshop 然后呃 给他把这个水的倒影 这部分给弄出来了 好 这是达拉斯著名的美女张静 哈 这是2019年呃 拍的呃 Air Show 飞机展览 这也是那次飞机展览 这是今年的呃 叫千奇日吧 在Planota每年都有这么一个活动 纪念这个老兵节 呃 这个呢是2018年还17年 就是全全球呃 全美国掀起了支持梁景观的一次华人活动哈 呃 呃 各地都有很多这种呃 新闻记者 但但是呢最后只有这张被选出来了 呃 这张照片黑白照片呢是多年前在国内举办的人民日报的摄影比赛中获得全国大奖的一张照片 这叫吕梁山上的小学生 呃 呃 这是前不久在达拉斯 Galaria Moore拍的清楚中国新年的一张照片 呃 呃 这是在 嗯 Brines Canyon拍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待会我们 我们再会谈到这张照片 怎么拍出这种呃 效果 这是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拍了一张呃 埃弗铁打的照片 当时就就想哈拍埃弗铁打太多太多了 怎么才能拍出uniqueness哈 呃 与众不同 呃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 冲过在地上的导引 这个reflection拍出来的 这是去那个 2017年呃 外拍的时候 在New Mexico的一个公园拍的 呃 这也是在那拍的 中间的这个地球是我贴上去的哈 就是造 营造一种就是好像是呃 Alien星球的一种 场景 最后一张呢 是在达勒斯拍的呃 超级月亮哈 2019年1月份拍的 好 谢谢大家的呃 欣赏 咱们来聊聊摄影 摄影呢 这个字呢 是从那个希腊文来的 它的意思呢 是什么呢 painting with light 就是用光来刷 摄影呢 既是艺术 也是科学 说它是艺术 因为每个人的对美的见解不一样 说它是科学呢 是因为它还有一定的这个principle 咱们要去遵循 比如说 正确曝光啊 呃 对焦啊 等等 咱们来看看 这个东西 就是现代数码相机里 最最重要的一个部件 它就叫传感器 它的作用呢 很简单 它就是把光 接收进来 然后呢 转化为电子 再处理成电子信号 来进行保存 传感器 的大小 质量 决定了 你所照出照片的大小 和画质 以及照相机的低光效果 以及动态范围 以及用什么样的镜头 传统的传感器呢 呃 有两种 第一种呢 已经过时了 叫CCD 它逐渐呢 被第二种 比如我们今天要花 呃 很多时间讨论的 叫CMOS 来代替了 CMOS呢 呃 它翻成中文 是一个很绕口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特点啊 叫互补金属 氧化物半导体 它对于 对应这个CCD的话呢 more efficient 用电用的少 然后能 能给你 provide 这个 dynamic range 然后呢 还可以让你 连拍 burst rate 非常高 在 现在的世界 这个传感器的市场呢 索尼公司 是占 绝对领先地位 它占了大 占了半壁江山 然后呢 其次呢 是朝鲜的 呃 三星 然后另外 还有一个呢 我要提到的 就是这个 OmniVision 是美国公司 它占了10% 大部分都是在 手机的感应器 呃 中国手机的 很多厂家 都是用 这个 OmniVision 它在中国叫 豪威 这个厂家的 这个传感器 然后呢 剩下的24%的话呢 包括 比如说 佳能啊 佳能是用自己的传感器 还有其他一些厂家 但是像那些 比较多的 相机厂商的话 基本上都是用 索尼的 这个传感器 包括尼康 好 咱们下面呢 来看一小段视频 这个视频呢 那是我在去年12月12日 呃 录的那一期 摄影快报 那个视频里 by the way 呃 假如说大家对于我的 这个 这个YouTube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 上去 去 去 摄取一下 我的名字呢 叫 Texas Cowboy Photographer 欢迎大家订阅和 点评哈 小知天下摄影士 摄影快报告诉你 欢迎来到摄影快报频道 假如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或者成为我们的粉丝 您的支持 就是我们的动力 据Petapixel 12月7日报道 佳能获得了一项 新的传感器设计专利 该专利 模仿了索尼公司制造的 被照式 英文是BSI传感器 双核Duo Pixel 与BSI结合 将会提高低光性能 动态范围和读出速度 也会发生巨大飞跃 索尼是在2008年开发的 被照式CMOS传感器 所谓被照式 就是将它调转方向 让光线首先进入感光二极管 从而增加感光量 提高低光条件下的拍摄效果 被照式CMOS有两个优势 第一 光电二极管 可以接收到更多的光线 使CMOS具有更高灵敏性和性造比 改善高ISO下的成像质量 第二 配套电路 无需再和光电二极管 增强面积 更大规模的电路 有助于提高速度 实现超高速连拍 超高性短片拍摄等功能 好 视频就先看到这 刚才那个视频里面提到的 这个传感器的type 叫被照式 这个是一种新的科学技术 传统的这个CMOS type 叫前照式 这个前照式和被照式 它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看看这个细图 这个你从前面 从那个侧面看这个 这个感感传感器 它首先呢 是有这个micro lens 然后呢 有一层color filter 接下来 前照式呢 它是叫wiring layer 就是叫做电线layer 然后最下那层呢 才叫光电二极管 也就是说 它要光线进来以后啊 它要经过这个电线这一层 然后才能照到光电二极管 这个在照到电线这一层的话呢 因为电线有时候它会block 然后有的时候呢 它会reflect 所以呢 差不多20%到30%的光线呢 就就disappear了 所以只有70%的左右的光线呢 才能到光线二极管 这就是前照式CMOS的致命弱点 然后呢 背照式呢 这是索尼发明的啊 刚才谈到在2008年发明的 它其实这个发明很简单 它就是把这个 这两个面啊 给它flip一下 就是说把这个光电二极管呢 放在这个 那个filter下面 然后呢 再把配线板呢 这个电线板呢 放到最后 这样的话呢 它几乎百分之百的光线 都直接照到了树面 树面层 也就是光电二极管 刚才那个视频里面提到了啊 它的benefit呢 就是可以接受更多的光线 使这个CMOS呢 更具有灵敏感和性照比 改善这个ISO的成像质量 索尼的这个 这个XMOR2呢 是这个背照式CMOS 尼康呢 刚才讲的 尼康是采用这个索尼的传感器 它的D850以后 是用的BSA 也就是背照式 在850之前的话呢 还是用传统的前照式 然后刚才视频里面提到了 佳能呢 正在开发这个背照式 自己的啊 佳能自己的背照式CMOS 然后还有一点 它是用DuoPixel这个技术 来完成的 这个DuoPixel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待会再讲 这就是索尼的 这个背照式传感器 另外一个技术呢 我们要稍微简单介绍的呢 叫堆剑式CMOS 我想尼康的粉丝 前不久可能听到了 就是有关尼康 要开发 要宣布一部旗舰级五反相机 叫Z9 Z9 它的两项黑科技啊 除了AK视频以外呢 就是这个堆剑式CMOS 英文呢 叫Stack CMOS 那么Stack CMOS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 CMOS的层面 在这个像素区域啊 在这个像素区域啊 传统的背照式CMOS呢 它有两个部分 两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呢 就叫像素区域 另外还有一个区域呢 它还有一部分的电路 它叫 HIGH SPEED SIGNAL PROCESSING CIRCUIT 然后呢 这个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 刚才提到 它这个层面有两个区域 像素和电路 像素区域的这个光刻技术啊 它的速度呢 是65纳米 而电路区域的速度呢 是45纳米 假如说你要提供更多空间 安装更多的晶体管的话呢 提高像素速度 就不可能 在同一个层面 有用两种不同的这个光刻速度 去进行试课 这是技术上达不到的 所以呢 这个推荐是CMOS呢 它怎么改良呢 它就把这个这个层面的电路和像素啊 分离开了 放到两个不同的硅片上 然后呢 给它叠起来 所以呢 索尼的XMOS RS 这个堆建式传感器呢 它是被照式的技术 再加上堆建式技术 这就是它的商标 以后大家看到这个RS的话 就知道这是索尼的堆建式那个传感器 它的好处啊很多 因为那个电路板 它自己一个层面对吧 所以它的空间就大了 更多的晶体管呢 就拥有更快的速度 它还可以在感光这个元件层面呢 直接实现HDR 它不需要进入这个算法去得到HDR 然后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技术 传统的这个数码色彩排列啊 是用这个拜尔排阵 叫RGGB RGGB呢 大家都知道这是三原色 R是Red G的话是Green B的话是Blue 对吧 它那个拜尔排阵呢 它是两个G 就是两个Green 就是一红 两个Green 然后一个Blue 这是传统的排法 然后呢 通过这个排列呢 它有一个特殊的公式 大家可以看到啊 把这个 把这个色光的那个值呢 算出来 假如说实现了这个 堆建式技术的话呢 它就有一种新的色彩排列 这新的拜尔排列的话呢 它后面加了一个东西 叫W W大家可能猜出来啊 它是White 就是对应感光 这样的排列的话呢 它对这个感光啊 特别明显 所以呢 它这个低光的感光能力啊 就大大提升 所以呢 这个相机假如说 你是使用了这个堆建式 CMOS传感器的话呢 那么它的低光效果肯定是好 现在呢 由于工艺和成本啊 这个小的堆建式CMOS呢 比较普遍 但是到了残伏和全面 虎相机中的这个堆建式呢 就比较贵了 这就为什么那个尼康 只有在这个旗舰级的无反相机里面采用这种技术啊 啊索尼的刚刚发表的A1和原来的A9都是有这个技术 然后尼康的这个旗舰级无反相机Z9也会采用这个技术 好 咱们再谈谈谈 谈完这两个技术以后呢 咱们再谈谈这个CMOS的大小 咱们一开始讲过啊 CMOS的大小呢 就决定了很多的这个这个技术 比如说你相机有多大 然后呢 相机的格式是什么 你的低光效应是什么 呃 很多老法师都喜欢说啊 底大一级压死人 一寸大底一寸近 这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CMOS越大 比如说光就越多 画质呢 就越好 噪点就越低 当然 钱包就越疼啊 咱们的下面看看这一张图啊 这张图咱们今天晚上要看好多次 呃 首先呢 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就是 不同 呃 传感器的比较 咱们看看 先看看 最呃 外面的这个黑框框 这个黑框呢 是 什么格式呢 是英文叫median format的格式 它的传感器的大小 当然这不是不是那个real real size哈 它是一个一个比较图 然后呢 再往中间看 这个绿框 blue的 36乘以24 这个呢 是我们平常说的 全放全画幅的传感器的大小 好 再往里看 这个 墨绿色的 这个呢 传感器的大小呢 是叫 APS-C APS-C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蝉幅相机的传感器的大小 然后 再往里看 Four Third 43 这是另外一种 照相机的格式 咱们待会儿也聊哈 然后呢 再往里看 这个 那个水 水红色 Pink 这是一英寸的 这是一英寸 传感器的大小 然后最里头的 红色的 是什么呢 是大家经常见到的 手机上的传感器的大小 这一笔脚大家知道 手机的传感器跟照相机的传感器 根本不能比 差得太远了 这张图咱们要看好多次 咱们待会再聊 咱们先看看最外面 这个大的黑框框 刚才说了 这是median format 也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 中画幅的相机的sensor 中画幅呢 比较大 比较贵 但是呢 画质高 这一台呢 是哈苏的 你看多 这个价钱 3万3万3美元 这一台呢 是莱卡的中画幅 1万6 宾德的 将近7000 这两个相机的比较 然后呢 大家看看这个两个相机的比较 右边那个呢 是大哥哥 左边那个小弟弟 叫富士的100s 这个100s呢 是富士 在今年1月份 刚刚发表的 这100s一出来呀 哇 非常 很多人惊艳啊 因为它的体积小 看到没有 跟咱们的基本上 那个五反相机 是差不多大小的 然后呢 它的指标也高 它这个SPAC哈 1亿2000万像素 然后呢 连拍 五张 然后呢 拥有五轴防抖 自动对焦 然后呢 主要是它的轻 然后价钱呢 非常便宜 不到 差不多是6000美金 左右 所以很多人 就非常高兴 他们就觉得 随着富士的这款 中画幅相机的出现呢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中画幅的大众化的开始 假如说我们的听众里面 有对中画幅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先考虑 这个富士的100s 非常非常棒的 一个中画幅的镜头 一个相机 好 这里 讲了几部相机呢 就是中画幅的相机 咱们下面呢 接着往里走 看看这个 这个Blue的 这个框框 这就是咱们 大部分手里 有的 叫全幅相机 这个全幅相机呢 它为什么叫全幅呢 它是 把它和传统的135的胶片机来相比较的 它的Sensor的 它传感器的大小是多少呢 大家最好记一下 36乘以24 长 36 宽 24 把全幅跟后面咱们讲的残伏相比的话呢 全幅的Sensor呢 它的原件 间隔呢 更宽 电子干扰呢 就小 然后呢 感光性能比较强 然后呢 它具有更高的分辨力 画质更高 当然了 跟残伏相比的话 它的价钱也 成本更高 价钱更贵 这是咱们三个厂家的代表 从左到右 索尼 佳能 还有尼康 在这里呢 我就把这些 这些比较 这个有代表性的这些相机呢 都列出来了 咱们首先来看看这个佳能 大家看到佳能后面有个叫mount EF 这是卡口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不同的相机 有不同的卡口 你要看到 你要买佳能相机的话 你必须知道 它的卡口是EF 你买镜头 为这个全幅相机 配一配镜头 也一定要是EF卡口的镜头 不然的话呢 它就不能相配 好 佳能全幅相机呢 有6D 最最基本的 然后呢 5D4 然后呢 最高的旗舰级是1DX 1DX3 这是它的这个 size的比较 旗舰级和 5D4的比较 这是它的一些参数 大家可以回头再看 咱们再来看看 尼康 那么尼康 全幅相机的卡口是什么呢 FX 大家一定要记住是FX 它跟残伏的卡口是不一样的 尼康的最后就是到目前为止 最后一代的旗舰级单反呢 是D6 它是2019年September发布的 然后呢 还有D850 这是稍微低档的 我都用那个红字表 那个画出来了 表示这是这个级别的最后 最后一部相机 这是这个尼康850 号尊是最棒的一个一部相机 下面都有它的参数 这是刚才提到的D6 旗舰级 好 咱们来看一看 索尼 索尼的话呢 它又在这列了两个不同的卡口 A Mount 这是它的单反的这个卡口 现在索尼的单反基本上没人用了 都是用它的 V单 无反相机 无反相机的卡口呢 是F1 它我用红字列 那个列出来一些 它最后一个版本的 这个最新一个版本的 这个镜头 这个相机 比如说刚刚最后一行 它刚刚发布的 A1 非常棒的这个一个无反相机 但是我觉得就是索尼啊 它在这个这个名字的命名方面 有点有点 有点confused 按照原来在A1出来之前的话呢 应该是数字越高 说明这个级别是越高 对不对 没想到它A1出来的时候 却用了 从头开始的 从1开始的 它是不是想跟那个什么 佳能来竞争呢 因为佳能的最高是1 这是索尼的 刚才咱们看到的呢 都是全幅相机 好 咱们下面来看看 残浮 残浮的英语呢 叫crop sensor 大家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它的传感器的面积呢 只是全幅传感器的中间的一部分 你看到大小的话 全幅的话 3624 它残浮的话呢 只有24乘以16左右 在后面的1.5x 咱们待会再讲 好 这是把两个不同的传感器 并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小 左边呢 是全画幅的传感器的大小 右边呢 是这个残浮的传感器的大小 好 咱们去看了这张图 这个绿色呢 是全幅 然后呢 中间那个墨绿色呢 是这个残浮 这个残浮相机里头啊 尼康索尼是一个size 加能的话呢 稍微跟它们不一样 这个残浮 这个大家咱们再讲啊 这个残浮呢 刚才讲了用英文讲是叫APS 它是叫Advanced Photo System Sensor 我们一般就讲Crop Sensor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有两种制式 APS H呢 不太常用啊 用的比较多呢 都是这个APS C 然后这下面是它的尺寸 残浮相机里头呢 咱们要讲到它的卡口 呃 加能 它的残浮相机的卡口呢 是FE-S 所以千万不要跟跟刚才咱们讲的 全浮的卡口相混淆了哈 你一看它的镜头是FE-S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像这个镜头是 残浮的镜头 而不是全浮的镜头 好 这是尼康的残浮镜头 残浮相机 它的卡口是什么 DX 然后呢 这是索尼的 这个残浮的 它当然了 它都是无反相机 微单 没有mirror的 它是E卡口 Again 这个红色的字 是表示它最新的 呃 一个款式 好 咱们讲了 中画幅 全幅 还有残浮 下面咱们再讲讲 四三系统 这个logo呢 是四三系统的一个logo 四三系统的这个传感器有多大呢 看看中间这个墨绿色哈 它比这个残浮相机呢 稍微小一点 好 四三系统呢 是由奥林巴斯和柯达 共同研发的 它的 它的梦想是什么 哎 他们对索尼 尼康 佳能 这三大厂商啊 生产自己 呃 独特 自己的这种镜头相机格式啊 有点愤愤不平啊 他们就想 我们能不能 和平相处 共同延出一种 大家可以互换镜头的 这个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式的一个姿势呢 哎 他们就朝着目标发展 就在多少年前啊 二十年前 发明了这个四三系统 这个 假如你的相机 是这个四三系统的话呢 哎 那么你就可以用不同厂家的镜头 它这个名字呢 四三系统的 这个名字呢 不是它真正的 这个 这个 sensor的 这个 这个 size 而是 跟过去 曾经存在过的 四三寸的 直径 摄像管 相同 从它那取过来的 它比这个 残服相机呢 要稍微小一点 然后呢 crop factor呢 是二 这个二是怎么来的 咱们待会再讲 但是 这个 这个理想 很 很伟大哈 但是呢 但是响应的人 并不是很多 后来呢 这个四三系统呢 就基本上 答应了 没有 没有多少厂家 来support 然后 在2008年的时候 也就12年前 欧林帕斯 跟松下 联合在一起 又基于这个 这个 这个四三系统的基础上呢 又发明了 另外一个系统 前面加一个 micro v43系统 这个新的系统呢 是专门为 mirrorless 就是微单 无反相机 打造的 现在这个 v43系统呢 还是非常流行的 大家可以看看 哪些厂家参加了 包括 blackmagic 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厂商 dji 大疆 jvc koda olympus 包括中国的 小米 然后咱们再看看 这个镜头 就更多了 它的 它的go呢 还是跟刚才讲的一样 只要你这个相机啊 是按照这个spec 去制造的 你的 你的镜头 是按照这个 四三系统 去制造的 那么 你可以 互相的 share 这就是 v43系统 好 咱们下面 好 你们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听到 ok ok 刚才我这个电脑 呃 有alarm 好 咱们下面讲讲 这个crop factor 这是一个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 一个概念啊 换成中文的话呢 叫 焦距 转换率 它的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 刚才讲的 这几种 呃 这个sensor 一比较 它中间肯定有个关系 对吧 这个关系呢 就叫焦距 转换率 咱们来看看哈 这还是刚才那张图哈 大家现在看这张图的时候 后面每个框 框后面都有一个叫1.5x crop 对吧 1.6x crop 或者是2x crop 这个数据呢 这个数据呢 就叫 呃 转换率 好 咱们这有没有 佳能的用户啊 大家看 我看不到大家好 呃 假如你是用佳能的话呢 拿出你的手机来 做一个简单的运算啊 首先呢 咱们知道 佳能的 这个全画幅的 sensor的size呢 36x24对吧 然后呢 根据勾股旋定律 咱们可以看 就可以算出来 它那个 那个叫什么 中间那叫呃 DiAC 那个中文 我都忘记叫什么 有人 回答一下 对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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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算出对角线呢 差不多是43.27 对吧 好 咱们再看看 佳能的 呃 残伏 刚才你要从那个 那个那个图上 可以看出 它是22.2 乘以14.8 同样 我们再算算 残伏的 它的对角线 是多少 26.68 然后 我请大家算一下 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多少 用43.27 除以一个26.68 有没有人能算出来是多少 1.6 哎 没错 这个1.62 第二 就是佳能相机的相机的crop factor 焦距转换率 好 咱们都有尼康的用户吧 咱们也做同样的练习好不好 刚才讲的尼康的全画幅的这个sensor size呢36乘以24 它的对角线也是一样的43.27 但是尼康的这个残伏它的sensor的是不一样的哈 它跟那个加能是不一样的24乘以16 所以我算给大家一个对角线那是28.84 好 下面我请大家算一下这个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什么 1.5 没错 43.257 除以28.84 等于1.5 这1.5 也就是尼康相机的残伏和全伏之间的转换率 好 咱们这有索尼的用户吗 咱们也做同样的练习 用43.27除以28.84 多少 1.5 对吧 呃 索尼是跟尼康是一样的哈 size 这张图呢 显示了各种不同相机的焦距转换率 加能1.6 尼康 索尼1.5 三张其他的都是1.7 然后呢 Olympus 大家看第四行啊 Olympus 和Panasonic 它因为用的是43系统 所以呢 它的转换率呢 是2倍 2.0 好 这个转换率有什么用呢 呃 这张图是一个一个示意图啊 咱们下面可以去仔细研究一下哈 他这个 这个number有什么用呢 非常的magic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啊 呃 达拉斯呢 有一个美国全国的拉拉队呃协会 每年呢 在达拉斯都要举办拉拉队就东西中学生的拉拉队的那个比赛 我哪一年两年前吧 就申请去去那个去拍照 后来就给我寄来一张那个这个表格 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的 假如你带相机去的话呢 相机这个焦距镜头不能超过50毫米 大家可能有点概念哈 他那个拉拉队是这个event是在哪举办 在那个downtown的这个convention center 那么那么远的舞台哈 你拿一个50毫米的这个镜头 你要拍的话 你是看根本是拍不到什么东西的 都是乌鸦鸦一大片的人 对吧 哎 后来我就一琢磨一想 就可以用这个crop factor来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 我就从那个paul那借了一个佳能的sevent d2 就是残伏相机 然后呢 我把我的50毫米的镜头接上去 50毫米镜头在残伏相机里面 就不是就不再是50毫米了 他就要变成了什么了 变成了一个81毫米的镜头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crop factor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全伏镜头的相机 用在残伏相机上 那么他的焦距 他的焦距呢 就要乘以 刚才我们得到了1.5 1.6 这是不是magic呀 再给你讲个故事 有一个我一个朋友哈 他要参加一个欧洲议会的这个一个会议 他被安排在很远一个地方 他第一次去呢 是用了一个200毫米的相机 因为隔得太远嘛 根本拍不到什么 他后来呢 就用了那个panasonic的一个43系统的这个相机 把它全伏相机 一个200毫米的镜头 接上了松下的43系统的那个相机上面 这一下是200毫米的镜头就一下子变成什么了 刚才讲过43相机的那个crop factor是多少 两倍 两倍 也就是说你200毫米的镜头 一下子就double了 就变成400毫米 非常的magic 所以假如大家对打鸟啊 感兴趣 拍远景 感兴趣 比如拍月亮的话 都可以运用这个magic 用一个全伏相机的镜头 用在残伏相机 机身 这样的话 你的镜头就 可以乘以1.5 1.6或者是2了 好 咱们来总结一下哈 这个 全伏相机和残伏相机的这个一些优缺点哈 首先来看看全伏相机 它的动态范围呃更广对吧 动态范围的意思就是说从暗到亮的这个级别 然后呢 它的呃 low lighting就是低光照出来效果也非常好 然后呢 这个ISO呢 这个performance也非常好 然后它的画质也更好 但是 但是 残伏相机也有残伏相机的优点哈 除了 除了咱们刚才讲的这个magic以外 哎 另外呢 他就说 那个比较cheap 比较给你省钱哈 好 下面一个topic呢 是无反或者叫无一单哈 就是mirrorless 不需要这个中间的这个这盏镜子 这个图是单反相机的一个图哈 比较复杂 大家课下可以自己看一看 呃 单反相机呢 还是他还是有他的优势的 他不需要这个viewfinder 因为他取近路线呢 跟那个曝光路线是一样的哈 就是说 你看的是什么样的 哎 你拍到就是什么样的 没有视觉差距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对焦比较比较好 因为他有一个dedicate 一个secondary的那个pass 是专门用于对焦的哈 大家稍微看一下 在他的 那这个时这个地方是一图时 他有一个叫对焦系统 他那个地方呢是近光的 所以他对焦相关来说是是好一些的 但是单反相机的缺陷呢也有很多 一个呢 这个mirror 里面的mirror啊 太那个成本太高 然后呢 因为这个mirror的存在呢 不得不使你的相机弄得很大 然后呢 你相机弄大了 对于这个对于这个这个镜头也是一个challenge 所以镜头也会很重 还有其他一些缺点哈 这是单反相机左边和右边的这个mirrorless无反相机的对照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头啊 跟那个sensor之间的距离啊 在mirrorless里就拉得很近啊 非常靠近这个sensor 这个感传感器 这样的话呢 他进光量就大 然后呢 画质也就高 呃 这张图呢 是 描述了 在日本市场 这个无反相机的 这个趋势 呃 最上面呢 这个咖啡色呢 是索尼 中间的红线呢 是佳能 然后黄线是尼康 咱们看看这三家就可以了哈 回到左边来看哈 在2018年7月份之前 这个 索尼是占绝对优势 百分之百 是世界上所有的这个mirrorless都是索尼的 OK 毫无质疑 但是 到了2018年以后呢 哎 这个索这个佳能啊 还有尼康啊 一直后来的松下 哎 慢慢的花钱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mirrorless上开发 尤其 到了 2020年8月份 看到最后那个 那个那个block哈 那个佳能一下上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佳能发明呃 发布的 这个佳能的 这个这个 那个mirrorless R5和R6 一下子就把这个 这个market share推上去了 所以现在呢 基本上 索尼呢 还是老大的位置哈 在mirrorless 在五反相机的方面 差不多占了40%的左右 然后佳能呢 是排第2 差不多35 然后尼康呢 一直落后啊 差不多15左右 剩下就是松下 和那个其他的一些厂商 呃 去年7月份呢 这个佳能 发布了这个 我的微母哈 呃 作为一个长期的 这个佳能的用户啊 我非常的激动哈 我就 呃 弄了一期视频 呃 让大家来看一看 里面的片段 希望 大家也跟我一样 激动哈 那些口口声声 微单不如单反的人 应该看着你 像我一样 我看着你 满怀激动 八十多年的技术积攒 包括光学 机械 色彩 以及AI 像是专门 为我们准备的礼物 猫脸识别 机身防抖 8K视频 二十张连拍 微单技术的成果 被不断完善 可以让我们尽情享用 朋友们 让我们重新 选择 这台相机 转接几个镜头 灭门一个品牌 从此 去遥远的地方 旅行 一张最好看的照片 不是照片你的风光 而是风光你的那个背影 2020年的风 有点大 2020年的浪 有点浪 但2020年的相机 乘风破浪 武敌系列 至2008年 无敌兔横空出世 电上飞迷 2020年的EOS R5 这款乘风破浪而来的威武 真威武 经典 再续传奇 因为你 人像和街拍 就再也不会抛 因为你 风光和打鸟 就再也不会跑焦 因为你 我们就非常容易造出理想的照片 焦内如刀割般锐利 焦外如奶油般化开 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力 不足以想象你的未来 但我相信 出家为你 就再也不复存在了 相反的 托你回家 将是一个世界潮流 如果你依然需要我们的祝福 那么 奔勇吧 后浪 奔勇吧 威武 我们在铁一条奔勇的河流 在过了吗 在过了吗 在过了 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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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此处应该有掌声 咱们来看看这个各大厂商的这个 首先来看看佳能的 当然了佳能的也分全幅和残幅 大家看看后面的卡口也就变了 佳能全幅相机的卡口是RF 它最新就是R5 R6 然后它的残幅是EFM 卡口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实去年一年在日本市场的微单相机 卖了最多的就是佳能这款M50 它有个nik name叫KISS M 它竟然排在索尼的之前 它是非常畅销的一款残幅的mirrorless 因为它售价非常低 才578块钱 578这个79这个美元 好 这是佳能的 你看它引出了Z5和Z6和Z7 然后它在预计是今年11月份 会发布它的旗舰级这个无反Z9 刚才咱们谈到了 好 这是mirrorless 下面咱们稍微聊一聊这个手机摄影 现在手机摄影是越来越popular 手机摄影跟相机摄影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手机有它的优势 携带方面随时可拍 传递快速对吧 拍完以后就可以share 然后手机上有很多软件 你可以去玩做很多花样 然后现在有些高端的手机 配有一些高端的技术 像那个iPhone前不久出来的叫LIDAR 叫激光扫描仪 可以帮助你对焦 手机它拍近景特写 然后还有那些光线 比较充足的那个环境下 用手机拍照 这个画质是非常不错的 谈到它的弱点的话 咱们再看看这张图 最里头那个红框框 就是手机传感器的size 相比较跟这个fullframe 全画幅残浮相机相比的话 它的sensor size太小了 所以它的画质 你要是放大看的话 还是没办法跟相机相比的 咱们待会可以看看图 第二个不足的地方 一般的手机它只有定焦景特 而且都是广角 没有办法拍那些 只有这写错了 不是广角 是长焦才能拍到的场景 比如说日落日出 月亮 然后最后一个缺点 就是它很难达到 拍出那种前景和背景 都虚化的效果 它现在手机 一些软件 做了非常的advance 可以把背景给虚化掉 但是现在还没有 那种手机可以做到 同时背景和前景都虚化的 咱们来看几张图 这一张图是显示了各种 这种比较大的这种 sensor的这个size 在2010年它最大的话是苹果7 只有三分之一的inch那么大 到了2020年去年 感光器就是传感器最大的手机 是三星的这个s20 但是跟这个 蚕服 还有那个43相机相比的话 还是少 大家看这两张图 左上角呢 是用相机拍的 右下角呢 是手机拍的 一比较的话呢 你就觉得这个右下角 手机拍的画质呢 就差很多 一般来说你拍完以后 你在手机上看一看 还是可以的 因为手机的屏幕本来就小嘛 对吧 但是你要放到这个电脑上看 那你就很容易看出 它的这个区别来了 好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前景和背景都虚化 左上角呢 是相机拍的 前景背景都可以达到虚化 但是用手机拍的话呢 你只能 弄到背景虚化 前景 你不可能弄到虚化 咱们就简单讲讲 这个手机的摄影 好 下面咱们再聊聊 另外一个 一个category的相机 这个category呢 叫breach camera 中文的话 直接叫桥式相机 它的桥 这个bridge 什么意思呢 它是说 它是定位在 傻瓜相机 和单反无反相机之间的 一种相机 它呢 不是傻瓜相机 它有很多 这个手动的设置 然后